藝術家是鑄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师 是以画面的精神那样去感受教育人 毕业以后我就被分配在 湖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设计师 从事与奇艺的设计跟研究跟创作 我的老师都是成过一流的 汉竹兰老师教过古诗文 书画 段课的 陈子昏先生他想要画画是传承 是把对方的精神传递下来 不是画个形画个龙过而已 六三年我收获了一个 湖州没有传承的计划叫做针刻 就是以针代笔进行对画写照 绘画的线条它有动挫 有落笔 运笔 收笔 可老板这个针针的针很强 才能表现这中国传统的线 切的这个材料的特性 含蓄 内敛 它可以跟不同的材质进行搭配结合 一大过程一大过程的计划不一样 因为周期长花工大 也形成了它作品的高贵 当然作品的高贵 最主要就是精神内涵了 1959年沈忽文老师 带了一个气的金鱼盘 很轰动了 领导感到这个计划很好 我们湖州应该继承一下了 他就下了命令说 这个任务交给郑一坤 我写一封信给沈忽文老师 他给我回信一共只写了四个字 他说自由创新 我有一个设计师主任 他也写过四个字考我 他说自主创新 我用我湖州奇艺的彩绘 因精 阴影 厚采 波采等等计划 综合进行研究 沈家的那个薄料计划 用手拍揽 拍揽以后这个形模糊了 就沉在水里了 整个鱼粒体了 有两条传承的路子 一个是家族传承 第二条就是院校的传承 美术学院的前生是 已经五六年成立的 福州工艺美术学校 它是福建省内最早从事 轻易教学和人才培养的专业院校 我父母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宇志清先生要求非常严格 人家开网校说 黄浦军校我是第一届 我这个人生也总结了 大概三百届的计划表现 可以留开年轻学址 我们大厅里面有很多 这个学校倡导人的塑像 我每一次走进的大厅 我都仿佛能够感受到 前辈临时的目光 殷切的希望 我觉得我们不能懈怠 我创作了一幅作品 希望能把老一辈其一家 他们的精神使命感 传达给年轻的下一代 作品要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要打动人的心灵 国家培养我了 重视我了 我要自作地为这个事业奋斗一生 只要我活着 我创作不会停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